停机状态 我大概打了有20多遍电话吧 就是始终都是在停机的状态 男子只说在收费站附近杀了人 并没有说到具体的地点 到哪儿才能找到这个报案人呢 因为联系不到那个报案人 联系不到报案人 我们没有不明 就不知道他的具体方位在哪里 所以说我们打算去到乌兰图卡收费站附近 去看一看去转一转 在乌兰图卡收费站附近 那个波克加尔站附近 找了大约20多分钟的时候 发现没有这个现场 也没有这个迹象 然后给这个报案人打电话 怎么打都是在关 走在欠慰状态 整个搜寻过程中 民警不断在联系报案人 但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 此时警方怀疑 这有可能是一起假警 我们当时想呢 就是可能这个事 是不是一个报假警 因为呢我们就是辖区 在平常的时候 也接受到很多 就是这种类似的就报假警 就是报案警之后 我们打电话不接 或者是关机状态这种 当时我们就想了 这有可能是又一个恶毒剂 因为每年报假警的人非常多 我们我从警 这十多年来左右 每年每年都有个三四十起的 报假警的案件 类似的案件发生 民警在周费站附近来回搜索了 二十多分钟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状况 而就在民警准备给110回电反馈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正要给110打电话的时候呢 就发现在图卡收尾站对面 这一片树林深处 冒出了很多黑烟 当时我们想了一下 就是说我还跟我同事说了一下 就是冒这个黑烟 它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冒黑烟的地方是一片林场 在天寒地冻的隆冬世界 本应严禁烟火的林场里 冒出了一股浓浓的黑烟 这个反常的现象 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尤其是冬天 然后零下三十多度 然后还有就是刚下过雪 就是有积雪嘛 然后在树林里面发生这种 就是着火这种情况 就是冒烟这种情况很不正常 因为可能就是 是哪个地方房子着火了 或者是哪儿着火了 林场若是着火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股黑烟有可能是火灾吗 民警带着疑惑决定到树林里 一探究竟 当时又结合这个报案情景 一想 能不能是有人把人杀了 然后又焚尸了 然后我们就迅速往里走 在走到刚进到小树林边的时候 就看到有车的轮台印 又想 这冰天雪地的 谁能开车到这里来呢 而再往树林深处走 眼前的场景让民警大势一惊 然后我们继续走的时候 看远处 刚进入我们眼帘的 是一台车 车在冒黑烟 然后车里在着火 下车就看见 车已经烧得不行了 但是看不清里边有什么 只能看见火 偏僻的树林里 怎么会出现 一台正在熊熊燃烧的小轿车 这会是之前报警电话中 所说的杀人现场吗 然后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离车能有个三四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人 问他你是谁 你要什么名 你干什么的 这辆车是怎么回事 他就说了 他就说我打110报警 我杀人了 但是这个人蹲在地上 抽了一根眼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表情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表情 类似于心灰意冷 听到男子说自己杀人了 民警马上控制男子 而就在之后灭火的时候 民警发现 车里还有一个人 因为火特别大 然后我们就是看了一下 就是里面恍惚像有一个人影 一样 就是类似于一个人 在躺着一个 躺在副驾驶 头在正驾驶位置 就是身体在副驾驶位置 这么躺着 当时这个人已经烧焦了 已经烧焦了 面目就是已经看不清 他到底是男是女 他已经看不清了 除了车里内聚烧焦的尸体 那个自称杀了人的男子身上 也有火烧的痕迹 当时我们看了在案发现场的时候 这个人身上穿的棉服 有被烧坏的痕迹 就是已经漏棉糊了 而且他这个人 我们具体看了一下 他这个头部 头发有被烧焦的痕迹 车里的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这个人究竟是谁 跟男子又是什么关系 会是这个男子杀的人吗 我们把这个闲事控制之后 具体问他什么情况 他说 我把我妻子刷死在车里 他就说 他跟他媳妇发生了矛盾 在车就是发生了矛盾 然后就是他给车 把他媳妇 拉到那个树林带里面 然后就是打算 就是跟他吵架 男子称他姓少 车里的人是他的妻子王某 两人在树林里 是因为有事要吵架 生吵就是原因就是怀的妻子有外遇吗 因为他妻子有这个夜不归属这个情况 据少某称 事发前两晚 也就是2017年的1月21日晚上 自己的妻子王某一整晚都没回家 事发当天 少某想知道王某到底去哪了 便开车带着王某打算到树林里问个清楚 发的闲人和死者在车里面就是 关于就是21号晚上 这个死者到底去上哪去了 和谁在一起 这个闲人就想问这个事 死者就不告他 这不俩人就是那个就是 因为这事就在车里就吵起来了 我说你那个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 你干啥去了 我说你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我说你把我当空戏 这你管不着我拿去 我说 我说你是我喜欢 我说你要是别喜 我至于这么说吗 少某想知道妻子究竟去干什么了 但王某一直不告诉他 他讲过了某某的手机 想知道妻子都联系过谁 然后妻子那个手机应该是一个智能机 有那种就是那个智能锁 好像是指纹锁 也开不开 他想开这个看个跟谁同化的 他媳妇不配合 他问他媳妇 他媳妇不告 我们俩人这不是 毕竟这事就是有争执 二人在车里争抢着手机 少某想打开妻子的手机 但王某并不配合 与少某私打起来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大 我手机要我抢 我就不给他吃 不让他使用 两人谈的过程中 没谈好 都情就挺激动的 他妻子挺那个 平时可能作风也挺破辣 挺彪悍的 就没服 这我们俩人在车里发生争抢 21日下午 王某去理发电新做的头发 而少某看着王某的头发 怒从中来 在两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少某竟然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汽油 泼到了王某的头上 我一撑你这头 我就真的我成生气 成生气 我说我真想那个 我就是那个 生活给你一个头 你撩掉他 你知道吗 我说想我看来戏 他有能你撩 你说我就是 见我你知道吧 有能你就撩 我说我不敢的 我拿着汽油 就凑醒我就笑了 我就张老挂 那要多少汽油 我受惊 我也怕说这 我也怕说整团了啥事 我当时认定 我已经笑了 想就拿走 犯罪嫌人 还拿出大火机 就是对这个被害人威胁 说你一丝让他告诉 就是到底你那个 21号晚上和谁在一起 就是说怎么回事 这女方呢 当时可能态度也挺强硬的 就也没剧的 就跟他那个 呃 转他那个 要往下抢大火机 而就在两人 来回拉扯的过程中 大火机被触动 产生火花 被浇满汽油的王某 瞬间被点燃 就发现一个嫌疑人说 他是拿出了大火机 然后 呃 他媳妇正在跟他 跟他抢大火机的过程中 就是不小心把 大火机摁着了 然后他媳妇 就是整个人 就浑身起火 就抢救不出来了 就是去抓了火机 然后让我把火机转上来 然后他把俩手都把我手扔这么嫩着 他就整着得了 你就烧我这去 就中一丝 我看空间就着了 你知道吗 在两人争 就是争抢的过程中 就是大火机 就是那个被触动 就是应该是有火花 因为车里头是密闭空间 就是车的汽油已经毁发了 预免火之后呢 这个车里面就瞬间就着了 看到王某浑身是火 邵某的第一反应 是把王某拉到主驾驶位置上 帮他逃生 因为他妻子就坐在那个 右侧副驾驶位置了 他那个选的那个位置应该是 右侧副驾驶位置车门 大约离他旁边 右边这个树 大约就是四五十公分那样 这车门开开人很难下去 调查中警方发现 尚某特意把车停在树旁边 这样王某便不能从副驾驶位置 打开车门自己离开 我那时候也这么闲 他如果说除也也除不去真的 当时也是停的话了 王某也别弄 也有这想法 说两句话 也有这想法 着火之后 尚某尝试过 要把王某从车里救出来 王某就拽他 看着王某就把那个 王某就把门开 王某就拽他 我就拽到我拽到我位置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是不动出来 他就叫一声 就是好像窒息了 那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就拽他拽不动了 我拽不动了 那时候火就起了 那时候呼呼 我身上全烧着了 王某就出来了 我出来了 看他不动出来 我就知道 当发现王某已经救不回来的时候 尚某犹豫了很久 最终拿起手机报了警 在等待警察的过程中 少某蹲在车边 慢慢看着大火一点点 将自己的妻子吞噬 就是到会儿我那时候看他对我眼神 等我回来把 我回来看他找 我踢进车门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我走那时候他已经救不来的 出门 我当时我 我会我想的太天真了 我跟他死的 就用力 着眼 就好好练练吧 我就那么想的 往我把车门踢成 十九号 城门踢 我给朋友来瞅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夫妻两口子 就算是发生了冲突 吵了嘴 仅因为妻子 不愿意跟丈夫说 我今天去哪了 丈夫就得浇上汽油 把妻子烧死 这太过分了吧 而且那个丈夫说 其实我是想把他救出来的 可是又没救出来 他们两口子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少某和王某 在2014年年底 经人介绍认识 见面之后 互相都感觉不错 两个月后 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第一面的时候 就像去印象都挺好的 说话也特别透极 人挺好的 挺聪明 真的 脑袋要是人的 完了 是对人也挺好的 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 少某和王某就同居了 两人的生活过得很幸福 十分安安 採摩护 我还是野菜 钓鱼 都很厉害 我跟他在一起 他心情不好 压力大了 我来就为这儿很厉害 给他钓鱼 他早上不会钓 都是我教的 相处了一年之后 在2015年年底 两人领正结婚 在松原市买了套房子 王某出钱付了首付 因为看中了南方老师本分 王某还给少某 买了一辆车 他说 那家来得买个车 我得买个车 完了你开着 咱俩就是在一起 那时候我俩就在一起了 他说 一是上你父母去 上我父母去 我父母 那个有病 啥的 咱们能快点 能有个照顾 孩子上学啥的 刚才结婚 一分钱都没管得要 啥都没管得要 我们的孩子为了他 不会哥哥 不会开车 买个车给他开了 房贷那个首付是他交的 完了当时说 买完房和车 两人的婚姻生活过得也算稳定 然而从2016年春节开始 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 去年春节到去年出事 一直都是 最多不超过一周的 就得出现过一次 也不回去 有一次我套前的小孩 我说老儿子 我说你妈妈跟哪个叔叔 在饭店喝酒了呗 叔叔你咋知道呢 我说你妈等我说了 我就是套孩子 我妈不要说呀 这事啥地 邵某口中所说的儿子 是王某和他前夫的孩子 其实在认识之前 邵某和王某各有过一段婚姻 邵某有一个女儿 王某有两个儿子 王某的前夫在2014年下半年 出车祸去世了 据王某说 他和前夫的感情并不是很好 其实我妈也是常见在外打工 俩人见面的次数也少 一开始我爸也出去打工 后来我爸回来了 具体后来我就不知道 他俩是咋样的 因为阿姨不一定 不知道他俩是通通电话啥的 具体我也没听着过 没有见过他俩通通电话 我听他说他前夫去大连出海 干打工打二年 因为见面见回来 王某给家里养羊的时候 他前夫啥不干 去这户打台球 往上往见 而邵某的上一段婚姻并不顺利 他自称离婚是一位前妻不管孩子 你问他我娘孩子 他老师小学到中学 中学不行 就小学 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 有些时候孩子小 职日啥的 我都去帮职 老师跟着老师关注得特别好 你说作为一个母亲 你说你孩子上学 一到六年级 杨老师给骂了 给说了 你说你做个母亲 你合格吗 你去的老师不追的 啥事你都不再去的 邵某说 前妻从没管过女儿 但两人离婚之后 女儿的全部生活费 都是由前妻支付的 除了教育孩子的问题 邵某还说 两人离婚是因为前妻 总在网上和网友聊天 但在邵某前妻这里 对于二人的离婚原因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 就是吧 我俩爸在一起的时候 他总打我 我就是 我非常说得跟他离婚 就是说他总打我 我现在已经都 我婚前都出了 我就自己扣了 我都自己 所以说 我就是离得后遣 邵某和王某结婚之后 两人和三个孩子 都生活在一起 两个儿子 逐渐和继父 产生了感情 虽然都生活在一起 但伤毛的女儿过得并不开心 累着你的 这达到什么程度 孩子就是上午了 没人家吃一顿麻辣烫 孩子得说 妈妈 我不是老爷爷 我不能吃 我回来我再吃吧 我吃完我回去了 他们闻着麻辣烫味 得问我这钱从哪来的 问我跟那吃的 孩子都不敢 勾了 没人家吃一顿麻辣烫都不敢 我们四个在一起 因为这俩孩子出的感情 也特别容易 从来不少 因为孩子要是不容险 我俩也难处 回家洗净活 一直以来 看不出来是两千两家人 这三个孩子感情特别好 从去年春节起 王某开始出现 晚上不回家的情况 有时候是一夜不回家 有时候是到了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每当这种时候 邵某都会开车 在街上找他 我就神经 我特别碎热人的 我也是一宿一宿的 他都不超过四五天 他肯定是夜不归宿 再就是半夜 一来一宿都回来 每次我出来找的时候 真的 就是脑子空白 那是什么心情 一个大男人 你就半夜前 睡不着觉 出来找媳妇 而不省心的媳妇 你是一个男人 那是什么想法 是的 欲哭无礼 那种想法 心痛 特痛 邵某说 王某每次夜不归宿的时候 都是跟别的男人在外面约会 他妈领的小崽子 跟别的男人去会去 晚上就去约会去 那孩子去 回来都三点了 半夜前 我电视正宿 我说那个 老儿子 我昨天跟叔叔吃饭你来 我这么 就套孩子 叔叔你咋指的 我说叔叔会算 我妈不让说呀 我妈说 要是叔叔说 就打我 有时候 有时候 我叔叔不在家 我就来 坐公交所来接我 然后去 上我那个叔叔的家 那个叔叔在家 那个叔叔在家 那个叔叔 我去 我家 我们去到对面 走走 那个 有个互动 进去 妈又说 妈又说 就另一个 而面对这种情况 少某选择的解决方式 并不像他自己说的 那么温和 就我 就我哥家孩子说的 就是去年 下午 一直说过 说有时候半夜回来 他那孩子说 所以一种 下午夜回来 完了他 把我哥打过他 半夜回来 我说问干啥 也不是事 完了 就打过他 王某出生在农村 父母都是残疾人 家里就他一个女儿 在周围人看来 王某从小被父母惯着 自己比较有主意 你不跟我说 这孩子 你咋问 你不再说的 你这是妈 你白见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总裁 我说 要我放心 要我放心 背后啥样 咱也不知道 我咱也不会跟前 这孩子也不说 你一说 他就是妈 你 据周围的邻居说 在跟少某结婚以前 王某也多次和不同的男性 有过不正当关系 这是长话战话揭讨的 说跟你对 跟你那个的 跟你对老人 睡两宿 跟你睡睡的 跟你过的 他一天的大姐 跟他姐夫说的 这以前不就那是什么烂灶的 照餐幕式的 谁都打 那最难也跟那难也跟那的 我说你看他多大岁 不熟练 孩子们大了 我跟他大儿这么说的 我说你都十七 十八了 再过三天 两天 你也是成为人父结婚生死的时候了 到时候是你妈 你说你妈一天 那你知道 这一男也跟那一男也跟 对你影响多大 能不影响 一年中 少某不是没想过离婚 但每次当他提出离婚的时候 王某都承认错误 并保证自己 不会再这样了 他还跟我说 他说不犯老公 他总加跟我说 完了他就犯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老公我不犯了 有时是把我抱住 就捧着我 老公我对不起 我以后再不犯 现在时候 一会儿我感情一直都挺好 他又说我心就软 我也不跟他计较 啥事我就啥 都一直打 你那时候你 他都对你那事 你说你还能狠心 他说跟他英英叫这 什么啥事 是不是 我老公你做保险 完了他说 我老公你拿 半小半夜不回家 我说那你看 你还不让他干这个工作吧 那你说你还非同样 他干这个工作干啥 你说说他 那他不干这个工作干啥 然后他指啥生活人 还没找不着工作 他还啥不干 我就是他这几口约 还有孩子给他养活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 少毛选择了在朋友圈 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压抑 半夜间人都睡觉的时候 你说你开车吗 你也走 找我喜吧 那种心情 你们谁都体会不到 什么心情了 如果说自己做错什么了 把喜不弃走 或咋地来 有情可原理 一走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越在乎的人 你给他打电话 他越不急 你知道吗 你越想让他接 他越不急 直到事发前两晚 也就是2017年1月21日晚上 王某再一次夜不归宿 当天下午 王某说自己在外烫头发 晚上回家吃饭 下午4点多了 王某打电话 我说你咋不回家吃饭 饭都做好了 他老公 我这头发快捷完了 然后我整完了 王某就回去吃饭 我挺开心的 我就跟儿子赶老吃 等到7点多了 7点多天太黑了 我太心疼了 我跟儿子 你他17了 我说你出外去 看着妈妈 整整完 整完 回家吃饭了 一天都不看着了 我那儿 他儿子就去了 去了 他就把那个 他买完的衣服再换上了 他毛生啥的 我那皮鞋都换了 就把那旧衣服 给他儿子拿回来 回家 我就把东西 往沙发里放 我就躺了 就看着事了 看着事玩手机 然后他还给我妈打电话 就妈就 你说怎么说 是无人接听啊 还是没接 然而到了晚上9点多 王某还没有到家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少某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我等到9点多 结果基本上是接的 外面都已经接完了 我就觉得不对劲 太晚了 我还担心他 往下楼找去了 下楼找 那个就是街头 那块 那个发廊上全关了 全关我开始打电话 他不接 往我跟他儿子说 我说你看你妈又复制干啥去了 在等待王某的时候 王某的大儿子提出 可以用手机软件 定位他的手机 我跟他儿子说 爸呀 我用 我的手机用软件 能给我妈发定位 让他整吧 我说我也不会 你整吧 玩手机的时候就上边就跳出了一个软件来 然后就一看就是试试吧 就是叫什么定位 然后就具体也没证明呗 然后也没找到 经过了一夜的等待 22号上午 王某终于回家了 上午时间是我的敲门了 敲门啊 进入屋 进入屋了 啥话都没跟我说 我也挺生气的 说实在的 他说 回过年去吧 那个 你跟我回去 我说我不回去 生气跟他俩 我说你们回去过去 我不回去了 一开始只是不来 然后儿子爸 第二次我去找爸爸 然后他就回来了 然后开车回来了 然后他儿子上来了 说爸呀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因为我妈开车 他没有这样任 他不会开车 他也出都出去 然后那孩子跟他说 有一心 你就大人带有啥地 不能为男孩子 我说那我就回去吧 我就回去了 在儿子的劝说下 邵某和王某一起开车 回王某父母家过年 在回去的路上 两人因为昨晚 王某不回家的事情 吵了起来 王某就问他 我昨天上了去啥 跟他吵起来 有那事 我车停到边来 我跟他讲起来 我说你有啥事 你给我说明白了 我说你拿我当空气呢 就吵着说 就问你昨天晚上 干啥去了 然后我妈也是 没有说他干啥去了 他俩私围 和我妈头部都砸了地 然后后来都砸了 就松开了 开车 后来到时候 就没支撑了 俩俩都不支撑 第二天一早 邵某一家人 去长岭县城 买了年货 等买完 回到王某父母家的时候 邵某没让王某下车 说要跟他出去谈谈 他跟我妈说 你就别下车来 你别下车 大家又出去谈 就这么就 卸完货 他们就开车就走了 我现在 咋的 我也为了孩子 因为 好好闹闹 没有解剖开的结 你知道吧 他如果当时 跟我来 好好说 或者啥地 我也不能说 跟他生那么大气 你知道吗 在路上的时候 两人再一次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除了时候 他就是疯了身 我开车 他搬方反 往别的那边创 你知道吗 因为这事 我就甩了他 你知道吧 手都磕坏了 他跟我同意进 真的 那时候 我说你说昨天 我跟儿子等你那时候 一遍一遍 我说你用的 接不定话 啥用的那大地 我说到底是谁 那大地 那大地 来 在车上 王某始终不告诉邵某 自己到底和谁在一起 两人争执不下 在拉扯中 大火机的火苗 点燃了挥发在空气中的汽油 熊熊大火 最终吞噬了王某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媒体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专家 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那我就想问问毕老师 一开始两个人 还真挺好的 后来也不怎么 你就觉得他 他好像老在鸡那个男的 男的已经特别生气了 然后他还完全不怕 都无所畏惧 都已经打到那份上了 到那个份上了 就扶个软 今天先过去吧 不非要弄到 以死相拼 这是为什么呀 在开始分析这个女的之前 我得提醒大家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从开始 高调的买房买车 感觉好像是有点要聘 男人进门的那个架势 我是觉得这女的不贪财 真心对男的好 是那么的主动和热情 到后来以死相拼 这个过程才是短短一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其实是很重要的 很快感觉他好像就热乎劲过了 对吧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从他的这个高调的这个行为 得知道 他是有控制欲的 他其实是很强势的 做事情的时候 就是他急于要实现他的目标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计算这个后果的 于是我们知道这个女的其实他是无法管束的 他完全无视这个男的的尊严 就我们就知道这个人 他的性格就被勾露出来了 就是他想怎样就怎样 是 以至于那男的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您知道这个男的日常是用什么宣泄 就是深耕半夜发朋友圈 那个男的的夜里的朋友圈的内容 全是那种话 就是我什么都能容忍 就是不能容忍背叛 或者是比如说 爆出了某一个男明星的妻子出轨 这男的就特别激动的在夜里边 谴责那个他完全不认识的明星妻子 因为实际上那是他的痛 咱们这么多节目里面 其实经常会遇到类似这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婚姻关系出现什么 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 狂风巨浪里的一夜小舟一样 没有任何办法去 就说你说救援队也没有 谁谁来救就救不了 就大家玩完就玩完 这个我们以前一直说的 所谓的这个调解的力量 有的是什么基层的这个组织 有的是社会化的力量 所以我个人认为 婚姻的关系除了自己的经营以外 其实这个社会环境的一些资源支持 它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不是我就在想 是不是如果稍微但凡有点这种 至少不至于搞成 我觉得我还挺有理的 我把汽油泼他身上 叫吓唬吓唬他 这我还觉得我这么做 是出于一个男性的一个 非常合理的一个一个举动 至少有人会劝你 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是什么 至少最后最悲的悲剧的 这个结果可以避免 这个家庭里还有两家子的孩子 而且孩子还都裹进来了 儿子还在帮着这个爸爸 定位自己的妈妈什么的 也跟着打电话 找妈也找不着 就算是不发生杀人的惨剧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这样的父母会给孩子的成长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觉得他们家两个男孩 都有男性的自我认同的障碍 对吗 就是男性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然后 看不见自己 对自己是什么样的 比如作为男人 我的存在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当我变成了 有这个丈夫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和我妻子 我应该怎样守住我这个 这个做丈夫 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全都是不知道的 女性不太简点 然后为了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演示 带着孩子去 打掩护 让孩子给自己打掩护 这个可太不像样子了 这种事情无论不能做 无论如何不能做 因为会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伤害 实际上孩子长大之后 刚才您说的自我认同 一个男孩 第一他得向父亲学做男人的榜样 咱家这榜样是什么事都煮不了 除了天天夜里骂街发牢骚 然后男性有面对女性 学习认知异性的过程 他认知的异性就是完全靠不住 他以后恋爱结婚 我觉得他没办法信任和疼爱自己的妻子 因为他从小看见的妻子是 无法疼爱和根本不值得信任的 所以我相信他家这俩男孩 其实是无论对男性和女性 都没有办法抱持一个比较正常的观念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我们比如作为当事人 我们两口子 或者说我们判断其他的两口子 哪种情况我能知道 这个是可控的可调解的 我们好好沟通 我们俩没问题 哪种情况是赶紧躲了吧 不可以持续下去了 这个婚姻是死了的婚姻 您刚才说的那种 比如看上去好像一直都是在争吵的 但是感情还是不错的 而且就算是一直争吵的 感情没有什么受太多的影响 那个其实是有一个策略的 就是比如夫妻俩 两个人都是话比较多的 都是特别善于说服对方的这种 那话多点没关系 吵架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就事论事 然后最终在要落实到做事情的时候 彼此配合 这样的婚姻是拆不了的 但是如果吵架 只要撂开一个话题就不断的犯话 然后以对对吧 叫上纲上线 对然后以伤害对方作为目的 然后最终无论是关系多么重要的事情 都可以放下都不配合 这个婚姻就没有方向了 我想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 能让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自己的婚姻 是可医治的 甚至是亲切的争执 还是完全不可医治的 夫妻争执中有一个基本准则 就是当你发现 你既控制不了对方的情绪 而你也已经控制不了 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恋战 不要再互相激怒 马上至少有一方撤出现场 以避免进一步的残剧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